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众所周知 联邦政府如今正在大关国门全面收紧签证政策 再加上边境眼卡外国人入境 对不少想要来加拿大的人们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不过 最近接连有消息爆出 大批印度人为了入境加拿大或借到入境美国不择手段 甚至不惜伪造签证 铤而走险 导致多人在国际机场当场被捕 面临监禁 据The Times of India 9月23日最新报道 有两名来自印度的年轻夫妇就因此摊上市了 他们在登上飞往多伦多的航班前 在机场因石油伪造加拿大签证而被拘留 他们原计划是从加拿大非法入境美国 目前 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这起 专门提供海外假签证的犯罪案件 据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9月15日 这对夫妇在印度德里的印迪拉甘地国际机场IGI被当场抓获 原因是持有伪造的加拿大签证 根据IGI国际警察局提交的一份投诉 被捕的两人是22岁的阿西辛·查夫达和20岁的妻子普里·杨卡 当时 他们正准备登上加航飞往多伦多的航班 这对夫妇原本要登上加航AC43航班 但在进行文件检查时 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在他们的护照上发现了假的签证贴纸 该签证贴纸贴在护照的第七页上 序列号为E741959470和E741959471 警方指出 他们原定搭乘的航班 已经于9月15日晚上10点50分从德里机场起飞 警方已经对这对夫妇提起诉讼 罪名是使用伪造的旅行文件 警方补充道 根据IGI国际机场的消息人士称 在这对夫妇被警方拘留的四天期间 他们告诉调查警察 自己曾经寻求当地签证代理人的帮助 以获得加拿大的访客签证 该消息人士还说 这对夫妇曾计划从加拿大非法越境进入美国 他们的签证代理人甚至向他们保证 会在美国替他们找到一份工作 当这对夫妇认罪后 警方抵达古吉拉特邦 并试图在当地对一个涉嫌人口走私的犯罪团伙进行追踪 令人不寒而易的是 这对夫妇并非近段时间通过伪造签证前往加拿大的唯一案例 此外还有多少人已经用这招成功入境加拿大 简直不敢想象 此前8月22日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的24岁男子 克鲁佩什·帕特尔同样在德里国际机场被逮捕 据称他试图使用伪造的签证前往加拿大 更令人惊诧的是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尝试了 早在2019年 他就曾试图利用一张伪造的签证登上飞往加拿大的航班 但最终在孟买机场被发现并逮捕 如今 这名24岁男子试图使用他在2019年伪造的同一张假签证进入加拿大 据当地官员称 该男子于8月在德里国际机场被逮捕 罪名是伪造和诈骗 尽管帕特尔后来在孟买接受审判并被保释 但他仍然大胆地试图使用同一张伪造签证 从德里IGI机场离开 消息人士称 如今 从加拿大徒步越境进入美国的无证印度人数量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 越来越多来自印度的非法移民试图通过北部边境进入美国 原因是这里巡逻较少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的数据显示 非法越过每家边境的印度人数量正迅速增加 2023年 近97,000人在边境被逮捕 其中北部边境的人数从2021年的约2200人 飙升至去年的超过3万人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据BlogTO报道 加拿大人很快将获得今年最后一笔GST抵免付款 商品及服务税统一销售税抵免是一项免税的季度付款 据政府称 这项抵免旨在帮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 抵消他们缴纳的税款 如果您符合条件 您将在10月4日云银行账户中看到额外的现金 谁有资格获得这笔付款呢 政府表示 如果您在加拿大税务局CLA付款前一个月的月出年满19岁 且是加拿大的所得税居民 您通常有资格获得这笔付款 如果您未满19岁 政府表示您必须在同一时期满足以下至少一项条件 您有或曾有配偶或同居伴侣 您是或曾是父母并且与您的孩子一起生活 根据政府的说法 共同监护孩子的父母可能有资格获得该孩子的一半抵免 此外 如果您的收入等于或超过以下金额 您或您的家人将没有资格获得抵免 您将从GST抵免中获得多少呢 根据政府的说法 在以下条件 您最多可以获得 如果您是单身 则为496加元 如果您已婚或有同居伴侣 则为650加元 每个19岁以下的孩子为171加元 值得一提的是 您无需申请敌免 因为您在报税之后 政府会自动对您的情况进行考虑 近日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 四大城市的加拿大人都表示 负担能力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据City News报道 这项由Maru Public Opinion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在四大城市中 有超过50%的多伦多和温哥华人认为 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温哥华的这一数字更高 有58%的人认为这是首要问题 埃德蒙顿的比例略低 为55% 卡尔加利为47% 当被问及他们居住的城市是否具有可负担性时 82%的温哥华人不同意 79%的多伦多人不认同 70%的卡尔加利人也不认为他们的城市负担得起生活 埃德蒙顿人对他们的城市是否负担得起的看法几乎各占一半 46%的人同意他们的城市具有可负担性 多伦多和温哥华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90%认为 他们所在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成本过高 卡尔加利紧随其后 比例为83% 而埃德蒙顿有71%的受访者认为 他们所在的城市工作和生活成本过高 在这四个城市 受访者表示 食品杂货是他们最难以承受的成本 其次是抵押贷款 租金和水电费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超市连锁店和食品店为了获得更高利润而收取过高的价格 是食品杂货价格上涨的首要驱动因素 其次是政府的政策 当谈到哪个政府应该为食品杂货成本上涨负责时 四个城市的大多数受访者都将主要责任归咎于联邦政府 其次是省政府 在埃德蒙顿 80%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发现维持生计越来越困难 紧随其后的是温哥华77% 多伦多75%和卡尔加利73% 这份民意调查还向受访者询问了其他话题 包括省级和联邦政治现状 调查发现 在加拿大四个最大的都市区 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 特鲁多和他的政党应该在下次选举中连任 与此同时 联邦新民主党和魁北克政团都表示 他们不会支持保守党本周提出的不信任动议 根据民意调查 比如在即将举行省选的温哥华 42%的人认为 BC省新民主党的影单位应该连任 而45%的人认为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未来几天 有关犯罪率 移民和住房的更多调查结果即将公布 这项民意调查于2024年8月29日至9月6日期间进行 随机选择了1801名加拿大成年人 他们是Unlock Service的在线小组成员 受访者在多伦多 温哥华 爱德蒙顿和卡尔加利等特定城市接受调查 这种规模的概率样本的估计误差幅度为正负4.4个百分点 当地时间9月22日久违谋面的凯特王妃出现在公众视野室中 这也是她宣布完成化缘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每日邮报》报道 42岁的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 一起出席了在巴尔默勒尔的科拉蒂科克教堂举行的周日礼拜 据悉 凯特王妃在上周就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亲自主持了一次关于幼儿教育的会议 而在此前的9月9日 凯特王妃亲自宣布她已经完成了长达数月的化疗疗程 恢复情况良好 巴尔默勒尔庄园是英国君主的私人住所 通常只有在暑假的时候 王氏一家人才会来到这里 从流出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 威廉和凯特本次出行并没有带上三个孩子 11岁的乔治 9岁的夏洛特和6岁的路易 应该仍留在伯克郡 也就是他们平时居住的地方 从一张街拍照可以知道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汽车行驶在前 车顶上有王氏的专用徽章 而威廉凯特的车就显得很普通了 车内似乎也没有其他人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好 当天凯特亲自驾驶着路虎车 威廉则是悠行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每次现身这座郊外庄园 凯特都会佩戴橄榄色的礼帽 上面还有清晰可见的羽毛 这次也不例外 似乎有意想要展示一下 自己正在享受悠行的临近生活 同时他还佩戴着耀眼的耳环 宝石亮闪闪的非常强劲 显然即便是不会被群城追拍 也要把自己打扮得精致一些 有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凯特退出公众视野之时 是突然而迅速的 但如今他重回公众视线 重返工作岗位的时候 采用的却是一种缓慢 且循序渐进的方式 毕竟他自己已经强调了 身体健康和小家庭 仍然是他的首要任务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